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做些营销推广,对于产品,企业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曝光效果。在开始学习YouTube视频推广之前,我们可以想找些比较优秀的公司在YouTube的视频频道,看看他们是主页是什么样子的。 从这个YouTube频道,大家可以看一下,注意几个重要的点,1.logo,2.banner,3.banner上的icon和网址,其他各个主流社交平台的链接,4.视频分蓝导航,5.featured video,精选一个主要视频,6.about三兆的描述介绍, 7.媒介图出来的视频列表,如何制作专业的YouTube频道,1.logo,品牌或公司的logo,符合YouTube的尺寸要求,2.banner,频道首页的横幅,建议把所有社交媒体的banner形象统一,可以做一个能够反映你公司生意模式的banner,根据各个平台不同的尺寸要求,调整好产品,文字,图片的文字, 放在YouTube,Facebook,Twitter等平台上,给用户营造一种专业的感觉,也更加容易记住你的品牌 3.banner右下角的小图标,首先点击订阅旁边设置的小齿轮,然后把频道设置中的自定义功能打开,点击保存,然后右击右上角编辑的icon,点击弹出的编辑链接,接下来把你网站的链接加上去,然后还可以添加其他社交平台,账号首页的URL,官网一定要用图标,这样YouTube才会自动显示你网站的图标, 4.公司介绍和邮箱也可以顺便填上,保存之后,你banner的右下角就出现官网和其他社交网站的icon,作用大家都懂的 4.视频分蓝导航,Featured和描述,打开自定义功能,就会出现相应的模块,右边有个编辑的icon,选择一个你们公司汇总的,营销型视频左右,Featured Video,同时视频的描述,就写成公司的简介即可 5.视频列表,可以自己拍一些公司或者产品,上传YouTube,直接在线编辑,加点背景音乐,如果在稍稍策划下,就更完美,如果有广告片,宣传片,影视公司制作的宣传片,这种比较有逼格的视频就更好,然后把上传的视频分类,一个看起来高大上的,YouTube,首页就做好了,YouTube站内SEO,很多人上传视频的时候,基本上就是传上去就了事, 连个名字都没有,YouTube的用户,也是得靠搜索,才能找到你的视频,所以有几点要注意的 1.视频标题,把产品的几个主要关键词,常委词整合成一句话,作为视频的标题,当然要确保,有个核心关键词,让用户可以搜索到,可以先自己尝试下,看看哪个词的搜索量比较大 2.视频的文字描述,可以放上产品相关页面的网址,然后写个100个单词以上的描述,包括你定为的关键词,当然也不能都是关键词 总之让用户,在打开视频之前,先了解下视频的内容是什么 3.点赞,找些朋友,把网址发给他们,或者直接让他们搜索视频标题,然后点赞,顺便再订阅下频道 4.视频长度,最佳长度,在1-3分钟,太长或者太短,都不会有什么好排名 5.视频的话题,大家在谷歌搜索的视频,经常会看到有视频出现,尤其是很多DIY方面的话题 比如,Your product manipulation,manufacturing process,tips,hoteless的词,这些词,谷歌最容易出现视频排名 所以在定位关键词的视频,得做好调研,在信息快速的时代,用户已经渐渐对纯文字失去的耐心 除了图文并茂以外,偶尔来点有视频的文章或者页面,提升用户的体验 用户的体验好了,Google对于你的网站评价,自然而然也就变好,排名也会逐渐提升